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房产租赁相关讲座的第三讲 这一讲是在确定租客之后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流程讲解 整体篇幅近一个小时,分三节介绍 这里是第三节,约24分钟 我圈了这个第29条 Tennis Obligation Upon Vaking the Premises 这个就是解释说 如果租客要搬走的时候 他们有什么样的责任 加州法律是说 租客要搬走的时候 要打扫 回到他原先租的环境状况 The Condition Minus 除了这个Normal Wear and Tear 所以这个我再解释 多解释 如果租客刚搬进来 很多都是干净的 像炉子都已经清好了 你也找了一个专家的cleaning company 你清理公司来清理 那几乎就是等于说租客也是要 还给你的房子 要是回复他原来的这个condition 可是不能报就是Normal Wear and Tear 因为你也知道常用一些什么东西 迟早都是就会救 对不对 虽然他给你 你可能搬进来是个新的冰箱 你不可能要求租客 也给你一个全新的冰箱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叫Normal Wear and Tear 常遇到的纠纷是在哪里 是地毯 OK 很多就是说 井律师 租客一搬进来 我已经都换全新的地毯 对不对 然后全新的地毯 然后他住了一年两年还给我的时候 有些黑的地方啊 虽然租客已经洗了地方 可是就是已经有 有一些就是地毯常用 都是不可能就是 还继续是全新 对不对 我就说这是包括Normal Wear and Tear OK 你自己住家的话 OK 你用地毯的时候 迟早也是会就是变旧 对不对 不是说租客就故意的破坏这地毯 OK 有一个客户也是问 井律师 因为我们的华人住家 就是不准有穿鞋子进家 对不对 可是老外就是穿鞋 我问KK这些合同里面 就是加个鞋条说他必须 鞋子要脱掉才可以 我说 你要加这个 没有个法律鞋条反对 你可以加这样子的条件在一个出租合同 可是我可以跟你说 如果你要找一个 几乎你 你要加这样子的条件 几乎就找不到租客了 因为你要就是强迫一个人 怎么过过他们的生活 生活方式不一样 你要控制他们生活方式的那几乎 你就自己会找自己的麻烦 OK 所以我的建议 通常 Either你就是把 你租的房子不要有地毯 OK 因为地毯 每一次 我至少我租的房子 每次要换租客的时候 地毯都是要换全新的 OK 因为我真的是没办法控制 这租客跟地毯跟这些东西 他们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也跟我们不一样 OK 所以我都是换地毯 就很省了很多麻烦 OK 或者你就已经就知道 还会遇到这样子 OK 然后 发现就是很多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把这压金扣掉 就是换新的地毯 不可以 OK 每个地毯至少有五年的 useful life 超过五年的话 从法律角度 就是几乎就是 你这个normal warranty 就必须要换地毯 然后你也没有权利 可以是 强迫这个 从压金扣掉这个地毯的费用 OK 这个也是刚才我提出 为什么我建议做一个 move in move out inspection 因为租客要搬走的时候 可能他已经住了三年 所以原先的condition 我们也不记得 你如果有照片 有录下来 或是有 他们有填那个表 至少有就是简单解释说 这个房子里面的租进 搬进来的情况是怎么样 你可以用来自证明说 你如果没有 就是回到回复的话 你当然就有权利 可以扣这个押金 扣这个押金的这些东西 我会在第三段多解释 我们再转到第三十条 这个上面 很多遇到的状况就是 我租了一个给租客 他答应我一年 突然 我举个example 最近有个客户 就是打电话 就说我租了房子 其实打算是用来再转租用 Airbnb 我答应住 租一年 然后发现 住了一个月 发现 我合同里面 就是说 我不能用Airbnb 说我想要退出 这个出租合同 我说第一个 你最犯的最大事 如果在合同里面 已经解释说 不能用Airbnb 然后你反而还签了名 所以OK我答应的话 然后才发现 OK 那几乎是你自己错 对不对 你原先没有念这个合同 OK 那你遇到这样的状况 OK 他就问 请律师 我可不可以找出一个理由 说 我不需要 这个合同是无效 我说为什么 这个合同是无效啊 几乎我也没办法找出 任何的原因 你说为什么这个合同 出入合同的时候 无效 OK 所以这个条件 在这个合同里面 就是解释 万一就是诸客要早退出 OK 有时候真的是 OK 假如说 我找到新的工作 必须要搬走 对不对 那OK 遇到这样的状况 当然是 有时候就是会遇到 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就是要知道 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租客要早退出 在法律角度就是他违约了合同 你当然可以要求租客赔赏你 你损失的部分 可是你不能强迫一个租客赔你整个剩下在这个出租的阶段的时间 假如说这个人签了12个月的说我要联系的租这房子 然后第一个月他就说我要违约我要退出 房东不能说你必须要付我11个月的房租 对不对 No 加州法律是规定 房东一知道租客要违约出租合同 早退出 房东就有责任要主动的减低他的损失 我再解释 我再说一遍 加州法律是说 如果房租客要早退出 通知了房东 房东一知道租客要早退出 房东必须要主动的去减低他们的损失 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说 我是房东 我知道我租客要早退出 我不能就是故意的不登广告 不再重新租掉 就是说你看我的这个房子一直空着 所以你必须就一直付我空着这个时间的租金 如果租客发现你什么都没有登广告 或是很常遇到就是我早退出 好我愿意就是付你租金 就是你的这个房子空的这个时间 可是发现房东其实故意的提高房租 原先是两千块提了故意的就提到三千块 那当然就是找不到租客对不对 就一直就是空着在那里 这个就是不是主动的减低他的损失 所以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意思 平均来说 尤其是在这个San Diego加州的这个储租的环境 平均来说 如果真的早退出 最多房东可以拿到 是差不多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房租的时间 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候 那我现在再多解释从租客的角度 如果遇到这样子的状况要怎么处理 如果你我是租客的话 发现我要早退出 我其实建议你主动的马上通知房东 我就说从那天租客通知房东 房东必须要减低他 主动的去开始就是减低他的损失 OK 你不要先打个电话给律师说 有问题 那一大堆问题 我说你就立刻的跟房东通知说 哪一天我就是会要搬走 这个就已经是通知 等于是你达到第一个 就是通知房东说你会违约合同 第二个我建议你在这个通知里面 也是提出一个和解的条件 OK 因为明明你就是做错了 你当一个人就签了一个合同 说我要就是一直联系的一年的时间 住在这里面 你早退出 明明就是租客违约了合同 这个是没办法逃得掉 你如果主动的提出 好我一直放弃 我可以收回的压境的去 或是主动的说我愿意多付你一个月或两个月的 至少这个可以让房东知道 其实 对你也解释说为什么要早退出 对不对 可能你找到新的工作啊 可能是这个都是很很合理的一些原因 为什么要早退出 对不对 OK 至少你可以让房东知道 这个人是认真的想要把这事情解决 也知道他不该就是早退出 可是有时候就是遇到这样子 OK 他也愿意就是多付我一点钱 对不对 对不对 可是这个就是一个negotiation 对不对 我不是说你如果知道这个房东 我建议如果是代表租客的话 我通常都是会先好提出 我们愿意放弃我们的压境的权利 房东可能会这样转回来说 哎 我接受两个月 慢慢的就这样谈 谈成可能平均来说 大多都是付一个月的房租就结束了 因为 你要重复租个房子 差不多也是会花一个月的时间 OK 我要再 插一个最近的一个状况 是有一些大出租公司 我还至少在San Diego 很多租客有找我说 警律师 我跟他们通知 他们让我通知了房东 他们让我退出 可是 他强迫我签了一个什么文件 说 我会答应一直付房租 等到他们找了租客 OK 然后他就说 哎 这个 我 我发现他们也是没有 努力的去登广告 我再重修 然后他们的这个登的广告 租金也是很高 OK 几乎如果 广东有要求你签任何的文件的话 我建议你拒绝 OK 这个公司 我知道的这个出租公司 他按照这样子的方式 来强迫租客 一直付房租 等到他找新的租客 有可能不是合法的 OK 我没办法说 确认说这个完全是不合法 可是 如果真正是有 打官司为了这事情 然后上庭的话 我认为法官不会说这个合同是有效的 OK 所以 为了就是保诸客 你如果要保护自己的话 如果房东想要你签什么东西 我建议你先找个律师去研究 你要签的什么东西 如果是和解合同 但是不要 OK 那当然是OK 把事情就解决了 可是这个 他要求租客签的这个文件 就是答应说 一直会付房租 等到他找到新的租客 有可能不是合法的 OK 所以 你签任何东西之前 你先就是 找个律师去确认说 这个文件是OK 可以签的 OK 保险 我建议 你要租给租客的时候 要有一个条件 强迫租客 规定租客要买 Renter's insurance 出租保险 OK 这个是为了保护你自己 房东 跟为了保护租客 因为 有时候 对不对 事情会发生 漏水 大漏水 对不对 影响到 我租客的 个人的一些 一些沙发 桌子 这些 这个保险 就是为了 就是如果遇到 这样子的状况 就会赔偿 租客 租客就不会找 房东说 OK 就惹了很多麻烦 然后如果是租客 犯了什么错 假如他 自己修了马桶 可是没有修好 然后就漏了一大堆水 就就破坏你的房子 你也可以找你的 这个租客的保险 去去去赔上你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条件 我通常会建议你 加进你的出租合同里面 我们转到19页 PPT的19页 36行 这个是为什么我提出 列出来 这个是因为 很多次 很多管理人 经纪人都是把这个 留空白 其实有法律规定 说必须要 如果任何有什么通知 Notice 像20小时的通知 或什么其他的通知 OK 这个要列出来 你要发给谁 尤其是 要发给房东的时候 租客要通知房东 什么东西 他要知道 要发给谁 OK 所以要列出来个地址 OK 是 好 我们再转到第40 Attorney's Fees 这个是如果真的是有遇到纠纷的时候 OK 如果真的要上庭 租客要告房东 或是房东要告租客 OK 这个就是会指定说 赢的人有没有权利 可以从书的人收律师费 OK 很多次 可能客户就是问我 我可不可以从租客 拿这个律师费 我就说 你要看你的出租合同 有没有给这个权利 OK 如果有的话呢 你当然是可以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就没有这个权利 好 我们再转到 第47条 这个我要再多解释 我念 California Civil Code requires a landlord or property manager to provide a tenant with a 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copy of a lease or rental agreement if the agreement was negotiated primarily in Spanish Chinese Korean Tagalog or Vietnamese if applicable every term of the lease slash rental needs to be translated except for among others names dollars amounts dates written as numerals and words with generally accepted non-English translations 这个是很黑暗 尤其是在我们华人圈 为什么是很重要 很多次 尤其是留学生 到了美国 租了房子 OK 他们的英文程度 也是没有 他们要求他们 念这个英文版的 这个合同 有可能是 比较困难 right 这个就是给 租客全力 要求一个英文版的 不是英文版的 一个中文版的 一个出租合同 这个 我在这个里面 就是说 if the agreement was negotiated primarily 就是如果 我跟你 谈出租的条件 都是用中文的话 那时候 租客就有权 可以要求 我签的这个 出租合同 给我一份 翻译的 中文版的 出租合同 OK 所以这个为什么是很难的 因为很多管理人 尤其在听这个讲座 肯定都是 说中文比说英文好 对不对 所以他们可能就 有留学生 然后他们就开始用中文来沟通 就是讲座 出租条件 对 然后你给一份出租合同 给租客 然后都是英文版的 租客那时候 就有权利 要求 一个中文版的 出租合同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一个很大的部分 很多租客也不知道 OK 所以说 你如果是管理人 或是房东的话 不想遇到 说我必须要提供一个 翻译版的出租合同 我给你用英文 更租客谈 OK 我再说一遍 如果 你是房东 或是管理人 OK 不想要给 一个翻译版的出租合同 我建议你用英文 跟他们谈 否则 你又一用中文的话 然后租客也知道 哪一个租客在这个讲座里面 都是听得很清楚 OK 你们就现在都知道 你的权利是在哪里 OK 如果你跟你的管理人 或是你的房东 都是用中文的话 他们 你就可以有权利 要求一个翻译版的出租合同 OK 然后房东 必须要提供 这个翻译 如果没有提供的话 房租客就有权利上听 跟法官说 我没有 他没有给我翻译版的 我全都是用中文来构通的 法官可以 说这个出租合同是无效的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 很多管理人 很多房东 很多租客也不知道有这样子的法律 特别加州有这样子的法律 别州没有 只有在加州 OK 这些文件就是 刚才我提出的就是Move-In跟Move-Out Inspection Report 我就说你租给这个租客的时候 你就拿这个form给他 他就会填 对不对 有什么问题啊 什么这种他们就是会填 我还是建议就是 你自己房东也拍个照 录来这个房子的这个condition是怎么样 OK Notice of Entry 刚才我提出 如果要进门的话 这个就是有现成的这个表 就是你要给24小时的通知 你也要 我刚才上次 刚才就是念了这个Civil Code 1954 它有提出这个通知里面的内容 应该要写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就是在这上面 有你可以去填好 就说哪一天哪一个时间 原因为什么要进门 对不对 OK 在这个里面也是有写出 就是你是用什么方式把这个文件给他的 OK 你填好这时候 就可以用来证明说 我真的是有发这些文件给他 有时候我 如果你知道你的书客都是会 就是比较耍赖的 就是比较麻烦 你也可以就是贴在门上的时候 或是你要记信的时候 就是拍个照 说你看我就是哪一天就贴在门上 这个是我都是建议你可以做的 就保护自己 OK 剩下的这些英文字 就是我就刚才已经提出就是California Civil Code 1954就是关于这个你可以什么状况的时候可以进一个租客的一个这个物质 好这个部分这个出租的这个 其间这个部分就讲到这里了 我知道肯定有很多问题说鼓励的你都问一些问题关于这个出租的期间的问题 下个阶段就是如果就是出租的关系结束的时候 还要怎么保护自己 所以我现在就讲到这里 谢谢 这样的意思是关于这个民家的存在体制中 谢谢大家